人类从哪里来 是单一地区起源 还是多地区起源 困扰人类自己的 这个千古之谜 能否解开 近一个世纪 尼河湾考古发现的 证据似乎表明 人类不仅可能从东非的 奥都威峡湖走来 也有可能从中国的 尼河湾走来 1995年这天上午 河北省杨元县火头梁村村民王云堂 在瑜伽垢附近的江家梁开荒 几脚下去 竟然翻出了一个骷髅头 又刨了几下 他又挖出了一些残骸 王云堂在这个村庄长大 从未听说这里有墓地 由于经常到尼河湾考古发掘工地 干技工活 他意识到这里很可能是古墓 他立即将这一新发现报告给上级部门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谢飞 很快得知了江家梁发现古墓的消息 瑜伽垢一带属于史前人类晚期遗址点 他曾经在那里考察过 现在突然发现了古墓 让一直想在尼河湾寻找西石器遗址的谢飞 异常兴奋 他很快从石家庄来到尼河湾 江家梁距阳原县尼河湾村西南25公里 这片看上去很不起眼的小土坡 究竟埋藏着属于哪个时代的古人类呢 谢飞连续考察了几天 还是没有理出个头绪 在这种状态下 在这种比较麻烦的情况下 我想联合北京大学一块 在新旧时期过渡方面 来抓住这个课题 搞些图谱 谢飞一边联系北京大学 一边向上级部门报告 提醒河北考古队 先在江家梁展开考古发掘 希望让神秘的古墓真相 早日大白于天下 这天下午 考古队员关会 正在江家梁清理一个墓葬时 在墓主人的颈部 发现一个鞍唇弹大小的玉器 他小心翼翼地 用手指擦去上面的泥土 但一时无法辨认出 这是什么文物 他叫来阳源县文保所所长 程胜泉看个究竟 程胜泉仔细端详后认定 这件玉器是玉珠笼 这件高3.3厘米 宽2.6厘米的玉珠笼 猪手双耳高耸 嘴微微前身 不仅形象生动 而且制作工艺十分高超 玉珠笼是红杉文化代表性的器物 在泥河湾发现如此精美的玉珠笼 还是第一次 它的出现 能给考古专家们 传递怎样的历史信息呢 这个人群有人带着玉珠笼 说明它是从燕山南北 这个地方传过来的 也就是红杉文化的后裔 这里究竟埋藏着什么时代的古人类呢 谢飞还是无法得出结论 他加快了在江家梁的考古发掘进度 经过十几天的发掘 考古队发现 江家梁墓地 原是一个密集的规模庞大的神秘墓葬群 考古队员们在这里不仅发现了 作为红杉文化代表的玉珠笼 而且还发现了具有红杉文化特征的陶器 陶器是新石器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几十件外表室友红黄两色彩绘陶器的出现 更让这片神秘的古墓群的来历 变得扑朔迷离 后来通过玉珠笼和陶器的研究 果然把它看成就是小荷叶文化的 一个典型的遗址和墓葬 这样小荷叶文化 就是从红杉文化发展而来的 这样整个脉袭就清楚了 红杉文化是燕山南北长城内外 一个重要的文化组织 在中国文明起源中曾遥遥领先 在尼河湾发现了玉珠笼 这预示着笼很可能就是尼河湾人崇拜的图腾 尼河湾很可能也是中国笼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就是张南口地区 考古界认为是三沙口 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地区 这是没问题的 另一种情况就是司马迁认定的 就是说两次大的战役 就是皇帝时期 版权之战 着陆之战 版权之战和着陆之战 这两场战争结束了中国历史上 士族林立的局面 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 就是从皇帝时期拉开序幕的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 历史上一直把今天的河北省捉路线 视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而捉路离尼河湾江家梁的直线距离不到五十公里 有些东西都可以进行推测和研究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说 在江家梁遗址的发现 为中华民族在着陆与县洋院一带 奠定这个基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墓葬群 北京大学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 为江家梁墓地做的碳14测定证实 江家梁遗址距今约五千年左右 而房屋遗址距今约六千八百年左右 解非意外的是 江家梁新石器墓葬群的发现 将泥河湾人从两百万年 进化到五千年的发展历程连了起来 也把新旧石器时代连了起来 使泥河湾成为了东方人类文明的起点 为揭开五千年前泥河湾人的神秘面纱 谢飞委托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朱洪教授对江家梁古人类遗骸 从体制人类学分子考古学等方面展开研究 朱洪教授通过将他们与周围地区其他遗址的 古人类遗骸进行对比 发现泥河湾江家梁人在人种上属于古华北类型 那么古华北类型的中心分布区就是内蒙古长城地带 那么广义的这个来说江家梁尼河湾这个地区 也属于内蒙古长城地带 那么所以这批人实际上他们就是本地的更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江家梁不到百米的瑜伽沟 是一条延伸的桑干河之沟 这里到底有没有史前人类晚期 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的代表性遗址呢 如果有 能不能找到 谢飞在一番思考和梳理后 决定和北京大学王又平教授合作 成立一个联合考古队 继续在瑜伽沟进行发掘 考古队员们在瑜伽沟 这个曾经进行了几次发掘的遗址点上 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发掘 而清晰的文化层也逐渐出现 它有一个非常连续的抛面 也就是从距今一万五六千年到距今五六千年 那么这个时间段呢 正好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 到新石器时代的这个过渡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么瑜伽沟的这个抛面呢 正好完整地反映了这个变化的这个过程 考古发现就是这样 谜底虽然近在咫尺 但谢飞却用了漫长的两年时间去发现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向前推进 一个个惊喜又不断出现 在距今五千至八千年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层中 连续出土了歇形石盒 石矛头 石钻 以及奔撞器等大量石制品 谢飞王又平研究发现 瑜伽沟遗址出土的这些 以歇形石盒为代表的 细石器制品工艺 应该是人类狩猎 呈现专业化的标志 从尼赫湾的石器发生发展来讲 从孕育到结束 它的整个过程是经过二百万年 基本上传承了小石器 就石片石器这么个主卖 要把尼赫湾搬到中国这个整个大面上来讲 可以说它代表了中国小石器文化传统 也就是石片石器工业的发生发展的整个脉袭 1997年10月12日上午 北京大学梅惠杰博士 在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 史前人类晚期遗址文化层 发现了这块黑褐色的东西 梅惠杰起初以为它是一件 普通的烧骨煤太在意 后来它觉得有点不对劲 又仔细地看一看 用放大镜仔细看 然后居然发现了一些小的沙粒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这可能是一件陶片 在史前人类晚期遗址的地层里 为什么会发现陶片呢 发现的陶片又为什么这么疏松呢 梅惠杰问了自己许多个问题 但始终没有确切的答案 他找来了发掘现场的程胜泉 大家能留着仔细看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 是一件陶片 梅惠杰确定 这是袈裟黑褐陶片后十分兴奋 他很清楚在史前人类晚期遗址的地层里 发现了陶片 那么他的年代肯定要比江家梁遗址出土的陶器 要早得多 几天后梅惠杰又在瑜伽沟发现了一块 长5厘米 宽4.5厘米的 袈裟黑褐杰云亩黄鹤陶片 表面是有鸭印纹 那么陶器的出现呢 是人类历史上 在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 那么我们原来呢 把陶器的出现呢 也作为新时期时代的出现的标志之一 据专家检测 瑜伽沟出土的这两片陶片的年代 在距今一万年前 距今一万一千年左右的这个地层泡面里边 我们发现了这个陶片 那么这个陶片呢 是目前在我国华北地区 最早的这个陶器出现的这个记录 一万年前 泥河湾陶器的发明 揭开了泥河湾人改造自然的新的一夜 这陶叶出现 是非常伟大的 它在人类进步当中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时就有了陶器 就可以撑东西了 撑东西就说明人们定局了 定局了之后 我们农业就出现了 徐牧业就出现了等等等等 他对我们的祖先 泥河湾人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 向新石器时代过渡 以及中国制陶业的起源等 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 都具有重要利益 1998年 于家沟史前人类晚期遗址的考古发现发掘 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谢飞 谢飞 王又平 根据考古发现推测 五千年前的泥河湾人 主要靠狩猎 采集植物果实为实 他们依山傍水而居 男女老少 常常围坐在一起 制作陶器 玉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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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河湾于1924年被英国地质学家巴尔伯发现 近一个世纪以来 他已经成为了众多国内外史前人类考古专家 学者心中的一块圣地 他向世界昭示 人类不仅可能从东非的奥杜威峡谷走来 也有可能从中国的尼河湾走来